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 随着科学的发展 很多人都接受了机器人必然将全面进入人类社会这个事实 但大家的机器人概念都是来自于好莱坞那种钢铁怪物 和人类这种生物还是有很大差别 但是现代科技已经有了新的突破 美国弗王特大学宣布 他们用非洲青蛙的干细胞制作出了首个活体机器人 这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它们不是钢铁 更像一团移动的粉红色肉体 美国研究人员先用超级计算机运行进化算法 模拟出有机方案 然后用青蛙胚胎来制作活体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长度不到一毫米 可以在人体内自由活动 没有食物也能生存数周 研究人员说 目前看来这种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治疗肿瘤 最终战胜衰老 我觉得现代科技的牛叉之处就是各个方向可以结合发展 就像这个活体机器人有超级计算机 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 等等前沿科学技术方向 没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让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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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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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程康好